十个拨能卖一百亿啊 这不傻羊们的钱真好赚 你们女人真是上不了台面啊 她有点小便宜为了点折扣 心事动众不眠不休的 你不过也傻了吧唧的 熬夜可吃锅了 人家一君妹妹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你们干脆直接把工资打成卡里得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花的是你的钱 中午吃多少次算成这样 我一个大男人会酸这种事啊 你们这些女人 被卖了个替别人数钱呢 真够傻的 人家赚得盆满钵满的 你钱包里了 就剩几个钢瓣了吗 你说什么呢 对心里没有说 你用点闲钱不就买包买花生品买口红吗 那口红这辈子抹得完吗 去年少年你买的面门够你用多少钱 哦 换一件衣服就换一个包 你还真是包置摆冰啊你 你家是住大海边的 管这么宽 女人自己赚的钱不偷不想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轮得着你在当收教先生 我买这些东西 我开心 我快乐 千辛难买我乐意 又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还能省点钱 和乐而不为 前几天还看你买了新上的游戏皮肤 还有大晚上抢新发售的限定鞋 怎么 你们男人花点钱 就是有理有据理是气壮 又是情怀又是梦想 到了我们女人这 就是贪小便宜心施动众 也是 你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又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将心比心 你还有脸说 网上能买皮肤给你借钱 你说没钱 这才几天你又有钱了 你就是悟过这自私自利 没有人性 欠我不要脸的 可陈铭亲国你这么不要脸的 今天这顿饭呀 还真理是我请 谢谢你带我长见识 借给你钱是情分 我自己的血汗钱 没理由说借你就借你 你又不是我生的孩子 我凭什么要勒紧裤腰带 无条件为你付出 你买皮肤买鞋幸福 那我也有我的快乐 凭什么把你的幸福 强加在我的快乐之上 凭什么你的幸福就高人一等 你又哪来的资格道德绑架 来侵略我的旗得利益 这不就是喜欢剁手啊 说的倒好听 女性要面临那么大的压力 又是家庭又是事业 买东西集结压 有什么要紧 就是越独立越高贵 花的是自己的钱 光明正大的享受 又不像有些人 恬不支持的借钱过度消费 现在经济独立 能抚养自己的女孩 多的是啊 独立的思想 独立的经济 独立的人格 手心朝上不和别人开口要钱 有钱就是女人最大的底牌 我自己赚钱自己花 爱你什么事了 女人不再是攀附别人的偷 我们具备赚钱的能力 就是有底气有勇气 享受生活 刚卡奖金 扛牌给自己的 跑了后一家店才抢刀的呢 哎 哎 先生 埋下单吧 哟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紫棋 还能请我们俩俩吃个饭 四姨 您来了 这表哥刚从国外回来 我显得就工作上了 你说你找干嘛去了 也是 你个三流大学毕业的 也挣不了多少钱 一个女孩子 要那么多钱干啥 还不是赶紧找一个有钱的嫁了 要不 我给你张拉张拉 妈 你管她们在那破事干嘛呀 您说您和小姨都是一个妈生的 这日子怎么过得差这么多呀 你说什么呢 你这孩子 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爸一样能挣钱 让你天天不愁吃不愁喝 供你车祸流血呀 紫棋她妈降得很 非要嫁个穷小子 这一成穷三代 你以后长得像刻过擦亮眼睛 别长过这样的家庭 那多晦气 妈 你上次不是说 他们家还住在最前老房子里吗 多少年了还没钱换新房子 她爸可真够窝囊的 确实还没换房子呢 就等着今年我发年终奖了 我妈虽然天天都去看房 四爷 您要没事和我妈一块去呀 您有经验呢 也是 您和我妈都好久不联系了 还不知道我现在已经在上市公司 当总经理了吧 嘿 也就是个小领导 手下也就百时来耗人 和表哥的前途无量 可没法比呀 表哥刚回来 对象还没找好吧 对来我这儿面试 不过好像也不太行 我们公司可不要绣花枕头啊 你 你妈就是这么教你的啊 我们家发话再怎么样 你还比不上你一个丫头 就是 妈 你别生气啊 从小我妈就教我不要瞧起人 也不能见不得别人过得好 你和我妈虽然是亲姐妹 但这皮相倒是天差地别 表哥为国外的野鸡大学录取的时候 您恨不得把能买的鞭炮 都买回来庆祝 那洗面是一桌一桌地摆 看架势 不知道的还以为您二婚呢 您现在这气性这么大 心眼这么小 是不是更年轻轻的越严重了 哎 表哥 您可有得重视起来 这该吃药就得吃药 毕竟你也没工作 闲着没事就在家多高喜 顺顺气 哎 徐总 您也来这儿吃饭啊 这 您还有这种亲戚呢 我 我 这 哎 这怎么说咱们两人也是亲戚 你说你说话这么难听 以后 她买买了不长 亲戚又怎么样 只不过是个名头罢了 你对我们家什么时候有过亲情 在困难的时候不嘲笑 不看笑话力所能及地帮一把 有好事喜事感到开心 这才是真正的血龙于世 不是有点血缘关系 一点人事不做的就叫做亲戚 喝您吃这顿饭还不够糟心的 今天嘲笑这个明天瞧不起那个 您不行嘞 我们可是够够的 您这宝贝儿子回来 又要拉着他巡演了吧 我们家可就不奉陪了 本来是给表哥送offer的 看来是我托此一举吧 你现在工作多难得找 你给用啊你 哎呀 这没出息的玩意 走 这没出息的玩意